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来自建设银行的 听了老师的讲解受益很多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 尤其是我们在金融行业当中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冒昧的请教一个问题 市场的蛋糕就这么大 但是银行很多 我们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说分得蛋糕的一个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努力的话 可能能多分得一些蛋糕 但如果说我们不争取的话 可能蛋糕就会变得很小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商业社会当中 竞争力非常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争取努力的同时 我们尽量以正义 带有一种正义 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清正 如果你没有依靠一些非法的或者非正当的手段 应该是以一种对自己的单位负责任的行为和态度来争取的话 从佛教的观点来讲也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企业的一些人士 其实对自己的企业也好 单位也好 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一样 应该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进行努力 当然这个目的最好是以后通过赚钱也好 我们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自己有一份很好的利润 同时能回归社会 到时候我们依靠企业的发展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以这样的发行和前提下做事情是非常有必要 那个刊部 鼎礼刊部 我是借这个研习班的官 我今天是个旁听生 借大家的 看没有人发言我来说一说 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因为我一直跟随刊部学您的课程 那么首先向您忏悔 我学的不好 但是通过跟你学了这么几年课程的确有一点收获 就是您现在所讲的课程当中呢 一直在强调人们要有一点这个社会 要有一点爱心 都要献出一点爱心来 心境 国土境 你弘扬佛法的这种精神 真的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像你一样能做一些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还是有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就是还是把握不好 所以说有时候心里挺纠结的 因为以前不学佛的时候 就凭着一种不管英国就去做办好事 有时候现在学了以后 反而观察英国的时候 这种勇敢精神差了一点点 请看部开始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不管是学习佛法也好 没有学习佛法也好 有一种良心 心底善良 这个起码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讲现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心底善良的人在表面上看来不一定很成功 有时候经常受到内外的一些打击 甚至我们有时候发现旁边一些人 心底不善良 很出恶的人 反而会成功反而会有很多的好命 有这种现象 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要管 因为他现在造的恶将来变成了他的苦果 现在他们的快乐是以前的种善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你学习佛也好 其他做善事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矛盾 有一些地处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的 尤其是做好事我们经常讲的是 祷告一吃 莫告一掌有这种说法 因此做好事的时候 来自于家庭 来自于其他的社会 肯定有各方面的压力 但我想我们应该凭自己的良心 尽量用一种非常细致的智慧来观察 一定要坚持 哪怕能做到一点点 比如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当中 你要想到做几次 或者说一年十二个月当中 你十二次善事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人对自己没有做善事的计划 每天都是恨恨恶恶状态当中 除了自己的家庭奔波以外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最后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悔顾自己的一生 恐怕一无所得 所以我想 事情不一定要做得很大 但是要做得有数量的 一定要有这种发心 这是很重要 谢谢堪布 堪布 我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我经常好心办坏事 我要不要忏悔 好心办坏事 好心办坏事 信的善念一切善 但是还是做忏悔也可以 上师好 因为是这样 我家人信佛 家人有佛台 也会经常放生 从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是不抵触这个佛的 而且佛也是一个让人向善 向真 但有时候我就有这种心情 比如说给家人去放生的时候 刚去的时候我心情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放生过程中有很多仪式 时间一长我就特别烦躁 因为这事呢 给家人有时经常会有些矛盾 包括因为家里有佛台 然后家人都要求在家里 这个衣装要穿得比较正式一些 特别夏天 因为是男士 可能有时候会愿意裸背 所以家人有时候还说 说这个因为有菩萨 就这两个问题 第一说在放生的时候 我的脾气性的有时候会比较急 刚开始去很好 第二呢 家人就说 在家里有时候也会让我去读 这个大悲咒 读心经 但我从来没读过 我感觉到心里有就可以了 所以就想请示一下这个上师 就说在放生的过程中 我如何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不太急躁 第二呢 就如何和家人去相处 因为家人是每天早晚都上香的 就是谢上师 其实我想自己当然能完全信佛 或者归佛需要有个过程 我们佛教也从来不勉强 非要学信这样的 但是我们佛教徒的有些家人很支持 有些家人是比较反对 甚至反对得有点特别严重 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因为真正的佛教还是非常极其向上的一种教育 所以如果家人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对他支持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个别的一些行为 像放生的时间长了或者家里面因为佛堂的原因 可能每个人的一些看法和价值观方面不同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其实我们像放生也有比较略的仪轨 我经常说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时间特别短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仪轨就可以 然后家里面有佛堂也是平时一般用其他的链子盖上 因为完全是我们在家人也不像寺院一样 很多规矩太多了以后可能一个信佛教 一个不信佛教难免都是有冲突的 所以这方面佛教完全可以有很多的比较开放的 有很多地方 开恩的地方 但是刚开始有些学佛的佛教徒可能比较执着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如果这样可能家人有很多方面的矛盾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商 在家人两个人的爱好不同 一般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感觉得到 互相都有很多思想上的矛盾 但慢慢慢慢我原来看过一个人到晚上的时候 一个人说必须要做稀饭 另一个人说不能做稀饭要吃干饭 然后以这个事情吵架最后两个人都自杀了 所以有时候家人很难完全打成一致 这是我想今后一定要互相理解这样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刚才提到的一般的心中有佛 这种说法当然从广义上讲这样也是未尝不可的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是心很善良的人以这句话来一切 现在很多人都叫我心中有佛 但是心中到底有没有佛呢也很难说的 因为心中有佛还是境界比较高的 比如说世间当中所有的意识 所有的语言都没有说心中有爱情的话 很多人可能也不一定能表达 光是心里面有个爱情 世间的很多事情不一定能成表 所以我在想以后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虽然心里面对佛是很向往的 但是在行为上也好在很多方面 也要了解佛的真正智慧 这种智慧落到实处的话 那这是真正是心中有佛的一种表现 坎布文您好 我是建行基地生分行 姓李 我想问一下 一个是李娜 李娜就是一个歌唱家 我非常喜欢听她的歌曲 那她呢就是信佛以后呢 唱过一首歌 叫做《纳玛·罗比多佛》 这首歌我听以后我感觉吧 一个是感觉这个很平静 另一个感觉吧 就是也有点淡淡的这个忧伤 我感觉李娜似乎听她的歌声 似乎还是没有完全 似乎还是成员未了 有这感觉 我不知道李娜现在快乐吗 嘿嘿嘿 你说得很好 其实李娜唱的《祖境西藏》 应该说也很出名的 很多人也喜欢听她的歌 后来她的出家也很多人非常开心 很多人特别伤心 觉得她走这一条路是非常不英明 但后来她到了美国以后 我也看过很多她的照片 也了解过一些她 原来我写过一本叫做《红尘中的佛广》 这里面专门也写了一些 现在的歌星和演艺圈的明星 他们怎么样信佛教的 其中我也提过当时 李娜刚开始出家的经历 我也写过这一段 但后来我了解她在美国的一个寺院里面 刚开始她跟她的母亲互相不服 母亲特别反对她 李娜她也想出家 她们两个每次都是拉着 互相哭了很长时间 但后来她母亲也是慢慢能接受 现在在寺院里面 她一般都是尽量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有一个新闻记者 跟她以私人的角度来问了很多事情 最后她说 她觉得她并没有出家 还是在世俗当中 但是她跟以前在演艺圈里面的生活 确实是浪费了很多自己的人身 她出了家以后能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身 所以她就觉得是她的选择是非常的明智 而且就是很快乐 就是这是她自己说的 康布您好 非常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得到您的开示 我是来自于天津的 我也是皈依佛门的弟子 我对佛学不是说了解的特别深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平常挺喜欢送心经 和大悲咒的 就有的时候晚上也是在送 但是送的过程中就睡过去了 然后他们有的人就说不行 这样就是必须得回向 我想问问 就是要是在送经的过程中睡着了 可以吗 很好 送经的过程当中不单是睡着了 好 还要死了的话更好 今天我刚才在车上听到了 我们佛学院常驻的一个出家人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在东北当一个佛教徒 在寺院里面她在拜佛 拜佛的时候拜了三拜 然后从摄像图上面就显示 然后拜了第三个的时候一直跪在下面 然后就已经圆寂了 所以当时她的孩子有点伤心 她不敢看摄像头的镜头 她就不敢看 我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非常迹象 我们人死的时候一种非常相和的 对相散的一种心态当中如果离开 这是很好的 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种不要特别伤心 如果你特别伤心 特别疯狠的状态当中睡着 可能做噩梦的 如果你念经 念心经 念大白猪 那这样的一种相和的 刚才有些说了听阿弥陀佛的 像包括尼拉也好 然后谁的歌声也好 这样的一种当中 即使你没有信仰 其实佛教里面很多的身影 环境 还有经里面的内容 是对人心很轻松 安静 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现在社会是很浮躁的 特别痛苦的 所以我前两天在其他学校里面讲 我们哪怕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稍微安坐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佛教里面讲禅地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稍微安住一下 心稍微清净一下 这样其实对养生很有帮助的 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然后我们心里的细掉 心里的精华非常有帮助的 这样在佛声当中或者佛的因缘声当中 如果你睡觉也好 平时做任何事情的话 心一种不会那么粗糙复糙 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也是很有效率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好 夏师您好 我来自吉林省建行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佛教徒 然后他应该就要修净土宗 就是说他平常看了很多净空法师的 那个讲经的一些视频 然后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就是净空法师有一个就是春节的开示 就是说今年2012年在12月20号到 连续三天吧 就地球有一个大灾难 然后他把这个视频也就是链接给我了 也让我看一下 然后我刚才您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灾难的问题 我还想请您详细的开示一下 谢谢 我也听说了 净空法师今天说过 2012很多人都比较害怕 其实我想净空法师可能有一些密意 我们佛教说都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给人们刺激一下 大家要注意 想善 否则万一出现一些2012里面所说的 比较麻烦 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 净空法师所说的这个不仅仅是这次 我听说以前大概在99年的时候 当时罗上达玛的大语言也说了 人类在99年的时候可能会毁灭或者大灾难 当时净空法师也是会 不同场合当中也说过很多话 后来几个别人也有对大老人家一些诽谤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密意所在是什么 但是从总体来讲 因为2012其实现在人们也非常关注的 这是玛雅文化的一个总结 但玛雅的蟑螂也是根据玛雅的历史来分析过 其实他们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其实在他的历史当中根本没有人类在这个时候已经结束 只是他们从自己的民族文化当中 只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而已 还要继续有 可以生存的 因此我想2012的影响虽然很大 包括净空法师说的国家也是比较重视这样的语言 但是从总体上讲也是我想 我的理解应该让人们注意一下 不要造的恶业太多 不然12月21日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否则到时候也可能有各种各方面的声音 因此我们一般来讲比较平和的语言来解释 就是一些客观的道理是比较深的 上师您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 我今天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证明有地狱佛教 然后因为我也学过佛嘛 我知道第一呢就是说需要有因缘在上师的加持下 需要关修那能实际关修出来 但是我们大家呢不一定每人都有这个缘分 那么比如说还有音鸣 通过音鸣 我听说通过证明七步推导就可以推导出地狱的真实存在来 当时我学的不完整 比如说第一步就是说人生必死 这个我认同 第二步呢是死无定期 就是人不一定什么时候死 有早有晚 然后往下的推导呢我就学的不全面 希望今天请上师开示一下 谢谢 你需要用移民来推地狱的存在是吧 其实地狱 昨天我在那个地方啊 就是有一个人给我给了一个地狱语记的一本书 地狱呢就是现在并不是我们用严谨来 或者我们用书本来完全都能推得到 但实际上确实也是存在的 你没有经过监狱的人他不承认监狱 但是应该是相关监狱方面比较了解的人应该也清楚 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好 汉传佛教当中很多是通过一种神通来进地狱 这样的犹记也相当多 再加上我们现在文字上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佛经当中也讲了 我们人道和旁生道等等这些是眼睛可以看到的 而地狱道造了恶业以后 如何形成的所有在佛教当中是有描述的 当然这种描述 按照佛教英明的自学推理方法 显佛经的语言成为真实不虚要建立这么一个真虚 完了以后佛所说的地狱和堪堂存在 再进行论证这是一换口一换的 并不是我们从来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北美洲的人 我现在马上要你如果北美洲存在 你用一种推理来给我说 那可能文字资料不全或者你对很多道理不清楚的时候 一下子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地狱存在的这些道理 通过阿含经 通过《诗地经》还有《地藏经》等等 这些经论里面的道理作为依据 这是谁说的我叫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从佛所宣说的到现在 有没有虚伪的语言 有没有一个妄语 现在不管是科学也好 我们世间当中根本找不到了他的依据说妄语 通过这么一个推论最后地狱的存在这样也可以 还有一个我们造恶业的时候就会有他的苦果 就像我们做坏事有法律的惩罚一样 这是一种世间的判断方式来进行推断 好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 到此已经结束了 然后正像刚才讲过的最后阶段 刊部所说的那样 我们今天在这所做的交流上是给我们做的所有的开示 可能未必能够改造这个社会 改造这个国家 也未必能够对大家的工作和家庭中产生实际性的改变 但是呢 只要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次活动 或者以后对佛教的逐渐的理解 能够打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扇向真向善的门 那么我们都相信将来的社会和我们的家庭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下面我再次提议 大家全体起立 将掌声献给看部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见 感谢大家